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天里喧哗 还尝封 我只愿破旋门足掌 一些金丝方 不管好多也强 我只要在你谁也能当 风兄 你不必再多说了 我和你们的合作 只限于我领悟气感之前 你们还是赶紧去和兄弟们聊伤吧 成了 微笑的那小子真的能坚持下来 还突破了脆异失忆他 多亏丽师傅这段时间来的精心训练 真要感谢我 就在七天后的比试中 给我帮流风武馆拿一个第一回来 没问题 不过咱们可是说好了 如果我真能替武馆取得好成绩 你要把珍藏的那套撒手刀武技 交给我哦 你小子真是精得要命 行行行 都挺你的 不过你也别太小瞧这次比试 虽说这次竞技 只限十八岁以下无足参加 但其他三家武馆弟子 至少都是脆异十层以上 虽说你现在突破了十一层 但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知道吗 我心里有数 兔崽子 你真的把疗火枪法的浑天尸 炼成了 有什么是我王天豪办不到的 你别得意 去年你一人横扫三大武馆 让他们颜面尽失 今年他们一定会做足万全准备 一血前耻的 好 你这么一说 是打听到其他武馆 准备派出什么高手了 别的我不知道 但据说飞鸿无关 为了能够改变 往年历次垫底的局面 从其他地方 请来了一名不得了的天才 他拥有天生的厚土之体 厚土之体 就是那个以防御 而著称的哀达体质 你也知道 厚土之体的恐怖之处吧 你的疗火枪法 能否破得了他的防御 还不好说呢 这种人我才不放在眼里 我现在真正感兴趣的 只有一个人 你是说 你之前提到的那个胸拳 我很想知道 以我现在星链城的魂天士 能不能将他击败 胸拳 如果你也能出现在比武现场 那该有多好 我已经迫不及待向和你再次交手了 这是我们家研制的独门暗器 你只要在无关比试中趁其不备 你想想 现在的情况 只要那个石墓一死 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难道不是吗 黄天豪 是时候算数我们的九丈 臭小子 难命啦 没错 没错 很好看吗 这就是天鹿武馆 全封城最大的武馆 也是这次比试的潮所 是啦 是比刘峰武馆气派很多 丽师傅你放心 我们不会找他人致气的 没错 任他再气派 擂台上全都说话 虽然有钱是很好了 我们可是来拿第一的 就让他们瞧瞧 我们刘峰武馆的实力吧 灵兄 可把你等来了 封关主好久不见啊 你越发健壮了 稍微豪中林山藏 西游手必取眼里 红尘众跌达 不要救天上 快甜蜜喧哗 寒长风不知人 破旋名阻长 一切金丝方 不管好多也强 我只要占你谁人难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